大家好,我是羊 这期我们来分享一种古老的养生术 这就是道家的还阳卧 通过这个睡姿可以使身体经络舒畅 气血流通 帮助缓解失眠 调整脏腹功能 提升阳气,补充肾气 坚持练习就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 先收藏再锻炼 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做法 在睡前 身体自然平躺,仰卧在床面上 髋关节放松 两腿弯曲 小腿向你收 两脚心相对贴在一起 脚后跟尽量向后阴靠近 两侧的膝盖尽量贴近地面 因为每个人的容忍性不同 双腿打开的程度也不同 可以将两手放在膝盖部位 向下轻轻地压一压 尽量使两侧的腿向下压 这个姿势对下肢经络 有疏通刺激的作用 腿下不去也没有关系 能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 由于肝经和肾经穿过大腿内侧 当我们的腿部出于这个姿势时 大腿内侧的肌肉就会紧张 从而刺激肝肾经 使气血运行 促进阳气冲盈 像我们有些人 经常会感到手脚冰凉 腰背发冷 多半就是由于肾阳不足引起的 做完腿部动作以后 接下来做手部动作 将左手掌心向着腹部 右手放在左手上 然后微闭眼 保持自然呼吸 平复心情 不要过度紧张 全身放松 还阳卧 还有助于调整人体的脊柱和骨盆 改善体态 预防和缓解颈椎 腰椎等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压力大 面临着失眠的问题 还阳卧可以通过调整睡姿 使身体放松 有利于入睡 在过程中 也可以配合深呼吸 有助于放松身心 轻轻压力 快速入睡 在练习还阳卧时 人体的肌肉 是处于放松状态的 身体的关节 筋脉 骨壳 也处于放松状态 在每晚睡前 这样做一做 还可以迅速消除疲劳 好了 这期视频就放在这 有些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